大武力三十七年 高宗皇帝崩 敌子齐王继位后 残暴不老 大肆诛杀宗亲朝臣 战户不断 民不聊生 沧寒月 这是在你府中搜出来的罪状 王妃南寺勾结兰月官 意图谋反 你说说 正该怎么惩治王妃呢 这是修书 你我二人 就此夫妻情侄 对 没有为什么 因为不爱了 因为本王想要娶别的女人 我平时听不懂人话吗 我要你滚 现在就滚 滚出五国 永远不许再回来 不过一亿年来的 幻青风的灵犀 那些入梦的记忆 长远一次留作悲击 你出去我的云衣 却流过透明 直到面对寂寂 为何你逃避 为何你逃避不愿 我罚罪或凋零 谁延寂与伤 是否一场鬼鬼 与风铭 为何你逃避不愿 我罪为我的心 当我罪为天心 我的风铭 是否一场鬼鬼 并逐回蓝月 同敌叛国谋朝篡位 种种罪行 皆我一人所为 我罪为你逃避不愿 我罪为我 你逃避不愿 我罪为我的心 当我罪为天心 我的服劍 我罪为何不许可 我罪为何不许可 公主 再忍耐一下 马上就报了 哈哈 哈哈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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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摩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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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摩你要干什么 公主奴婢收到蓝月傳信 這個孩子實在留不得呀 五朝大軍壓境快要打進蓝月了 只要把公主陷出去 就能把我蓝月國免出戰士 父皇的竟然 公主奴婢有罪 还请公主放心 小主子不管到哪里 奴婢都会护他周全 妈妈 公主 妈妈 孩子还给我 小心啊 公主 你把孩子还给我 你把孩子还给我 放开 我的孩子 你把孩子还给我 南四 跟朕回去吧 朕会给你无上荣耀 这一切 都是你策划的 朕是这天下的王 理应拥有天下 最好的一切 苍寒玉这个懦夫 怎么能配得上你 乖乖跟朕回去 沉原测 你何苦逼我至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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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死 他死 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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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援吧 我花開了 白皇上 男士死了 男士我得不到 你滄寒玉也永遠別想得到 我餓死了 死了 死了 夢啊流離枝風 傷的成全多少是愚蠢 死了 要想誰輾轉 路過恍然可是又落空 等啊你本而生 心肯硬看失去太匆匆 人只餘一雙夢 披靜的一道風 不可以遠赴比喻手 躺過雪還不盡處這年 洶湧 往生在世界裂縫 不怕修學會從容 孤獨把落日與回都珍重 她在傳聞裡從何去何錯 從來冰雪笑容 如現如生一場空 真愛中一念 願不由衷 她不獨身 願接近余生 生不瘋 卻獨行 生死與空 如今她落日與回皆風送 她在故事裡曾和誰相擁 永遠彈笑風聲 若苦算意的支撐 成愛中一念 言不由衷 她不獨身 願接近余生 生不瘋 卻留心 生死與空 這一世想要重新來過 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 未必能完全如你所願 只要能跟她重新來過 我什麼都可以接受 成交 成交 有 你 你 這輩子是什麼沒有 若朕有乃世 我定少过大权 我一时走强 朕要你做真的 皇上一定要比我 死而知道朕想要什么 皇上恕罪 臣不能从 你就不能从了朕这一次吗 不能 那如朕真的治你的罪呢 决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你走吧 臣告退 放开我放开我 你们好大的胆子 请跟绑架本官 本官可是当朝国舅 太后娘年的兄长 国舅大人此言诧异 不是绑架 是鸡拿 南四 你就是一个南宠 靠爬上龙塔作为作夫罢了 你和苍寒玉 那天哈萨市 你以为太后不知道吗 一个庶处皇子 先皇一旨一诏登基 那一诏是真是假 还不知道呢 我现在命令你即刻放了老夫 放你可以 交出太后结党英私的名单 什么名单 我不知道 我要见太后 陛下明鉴 又向南四 嚣张跋扈 横行朝野 近日又无故打伤圈子 他早已不将我朝律法 放在眼中 若不办他 空 百官不服 百姓难安 本相对陛下的忠心 日月可见 倒是端亲王 该回去好好看看 你那好儿子都做了些什么 不要随意污蔑我等良辰 良辰 凭你也配 皇上 端亲王之子苍鸣旗 当众羞辱本官 这么呀 这身段 难怪把皇上啊 你的石魂颠倒的 真把自己当回事 念在端亲王平日 还算兢兢业业的份上 我可以不计较 但是 至少赔偿本官一千两银子 你还要赔偿 一千两不算多 端王府出得起 陛下 辱骂朝廷命馆 你确定要朕追究吗 臣 遵旨 参见皇上 过来 过来 皇上 你这是做什么 自然是宠幸爱情 白天朝堂上端王屋告你一事 朕可是随了你的心意 让他赔了你一千两 那个老顽固 今天那么好说话 不知道 是不是皇上私底下 给了他什么好处啊 果然什么都瞒不过私 皇上 你不必再言戏了 私儿 你真是越大越不好玩了 朕记得小时候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皇上召我来 是要说正事的 幸亲的招了吗 还没 不过今天晚上 应该差不多了 考虑得怎么样 果舅爷 交还是不交 我交 我交 奉陛下口谕 秦国舅多年来 祸乱朝纲 从今日起 拨除关节 随力流放 永世不得回朝 不过陛下心善 对外只说 你去为先帝守灵 国舅府 一切照旧 我跟你拼了 是你 本来想留你一条生 可你这手 不老实 没想到 我秦家这大门 不出二门不买的 私女儿 秦国舅 当朝最大的 奸臣又强 三四 过 秦四 你一定会 五雷红顶 不得山中 秦国舅 你确定 我是你秦深吗 站住 过来给本小姐 倒杯茶 南家姑娘 还有什么吩咐 这吩咐马倒是没有 就是想奉劝某人一句 玉哥哥是我的 那一直空置的后卫 也只有我才能做 而某些人呀 再大的冠冕 再得宠 横竖只是个奴才 连生孩子的肚子都没有 就不要再整天 缠着玉哥哥了 这茶什么味 是不是馊了 不会吧 我看看 这闻着 没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 南家姑娘近来火气太大 失去味觉了 放肆 不过就是一条狗 竟敢这么跟我说话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不过是玉哥哥养的一条狗 不过是替我挡刀子的存在吧 他爱的人是我 一直想保护的人也是我 陛下 这是我夺回的虎符 南家姑娘 已经平安脱行 下去好好疗伤吧 为了掩人耳目 南家先住在泥府上 你好生待的 皇上 我还有话要说 我喜欢 朕不会让你死 但你我之间尊卑有别 泥尘登不上酒校 以后不要再说这种傻话 南家姑娘 这几年 你住在本相府里 吃我喝我 怎么还是学不会 寄人一下应有的态度 南四年 忘了告诉你 本相已经请辞了 以后再也不用 看在皇上那边 对你客气 至于后卫 我这个 以色诗人的男种 比激 我未必就是 你的脑中之 既然皇上 已经封你为郡主了 以后 也就不必住在本相府了 好走 死官 难死者是想干嘛 楚兄 这是不是哪儿又做错了 主子 您真的打算从今儿起 不上朝了 不上了 现在秦月一除 又有了那个名单 想必太后一党对她来说 已经不足为惧了 主子 您和陛下 她已经跟我没什么关系了 既然 她已经封了南家为郡主 就是为了封后做准备的 以后 我也该过我自己的人生了 小四丫头快出来 人家陆公子亲自前来了 连最贵的梨王殿下 都在这儿等着呢 这秦家四姑娘 当真是好大的架子呀 连梨王殿下亲自驾到 都不出门迎接 怎么着 要离王殿下和我亲自去请她吗 不知诸位叫我有何贵干 你 你就是秦家四姑娘 陆家公子陆明渊 对对对 来退婚的是吧 好 我同意了 不是 我不是 因为我男婚女嫁 以后各不相干 还有事吗 没事的话 大家就散了吧 我要回去睡觉了 秦姑娘 秦姑娘 秦四 你给我站住 秦夫人 既然陆明渊把亲退了 那就把她留给本王吧 离王殿下 你不是跟我们禁书有婚约在身吗 放心 正妃的位置还是秦禁书的 嫡女为正 庶女为侧嘛 王爷 我若是不想退亲呢 你当本王尖尖推下礼部无数要事 是过来陪你玩闹的吗 不敢 不敢 就这么定了 离王殿下 陛下让我来问你一事 您昨日 去秦府 都做了什么 想清楚了 你就可以离开了 我去做了什么 去帮陆明渊推亲啊 顺便商量一下我和秦敬书的婚事 不会吧 皇兄今天不高兴 难道是看上秦敬书了 本王悟了 王爷开什么玩笑 这桩婚事可是太后亲赐 整个帝都知道 竟说是王爷为过门的王妃 现在王爷却告诉我要退婚 此事呢 本王已经决定了 为什么 为什么 还能为什么 当然是不敢跟皇兄抢女人了 本王思来想去 觉得王妃的身份配不上秦姑娘 秦姑娘应该配以更加尊贵的身份 放心 秦府呢 很快就会有好消息传来的 殿下 这玉佩您还是收回去吧 我们家小姐不收 你是不是没告诉四小姐 我已经正式向秦大小姐取消婚约了 以后她可就是正妃 正妃测妃都不行 为何 没有正当理由 本王不一 因为她已经和男相男人有婚约了 什么 男相 她不是我皇兄身边的人吗 怎么会和秦四姑娘有婚约 好啊 她想给我皇兄戴绿帽子 我得告诉我皇兄去 您的玉佩 这下皇兄肯定得夸我 让黎王滚进来 这 这不是我送给秦四姑娘的信物吗 这怎么 秦四姑娘跟你不配 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 皇兄怎么就不配了呀 我对她可是一见钟情 二见清心 三见 我们就定中生了呀 黄兄 我是真喜欢秦四姑娘的 喜欢到什么程度 举她为妻呀 好 来人 给朕拉出去 重打五十大 黄兄黄兄黄兄 打完之后 再问问她 还想不想去 不是黄兄 我开玩笑的 黄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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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弟不就是看着一个小姑娘而已吗 黄兄 我可是你亲弟弟呀 黄兄 你不去 这样可是一定要去的 不过 这一世误会太多 能死不太容易 小姐 这拿男相的身份 去挡黎王 那小姐 你岂不是死不成关了 这羹身路重的 您还是早点歇息吧 你 四儿 真头好疼 头疼就应该找太医呀 不用不用不用 四儿给占柔柔就好了 臣困了 陛下请回吧 朕不走 朕今晚就住在这儿 陛下不走 我走 四儿 四儿 朕要立你为后 为何 当然是因为朕喜欢 君是天上云 臣是地下泥 臣泥登不上酒校 朕当年一句戏言 你怎么能记到现在啊 朕那个时候 语义未封 不想让你因为感情 而成为朕的软肋 那让你就太为妾 多谢陛下厚爱 臣不配 南四儿 你吼什么 我说得三 你要是再不走 否则 否则 怎样 四儿 你不是说朕跟四儿是命格相索 因缘难断吗 为什么他对朕总是忽压忽近 不冷不热的 一切重来 本作也说过 未必完全如你所愿 你所能做的 不过是凭你脑子里的记忆 尽量让上辈子的悲剧 不再发生 还是说 你后悔了 朕绝不后悔 上一世 朕没能护好的 齐王的狼子野心 后党的肆虐暴仇 朕不会让这一切再发生了 主子 听说陛下已经 好几天没吃饭了 有人心 不理他 皇上 你已经一整天滴水未尽了 你多少还是得吃点吧 别说话 小祖宗 你可算来了 四儿 容相 让御膳房准备些皇上喜欢的食物 我这就去准备 四儿还是关心朕的 皇上 你要任心到什么时候 直到你同意做朕的皇后 那你就饿死了 四儿 太后娘娘驾到 南相大人 见了哀家为何不行跪拜之礼 母后有事 哀家是为了梨王和靖叔的婚约而来 请皇上下旨 命梨王和靖叔择日完婚 秦靖叔配不上梨王 太后还是别费心思 南四 你算个什么东西 哀家面前哪有你说话的份 母后 南四乃朝中重臣 是朕的左膀右臂 难道在您面前 都没有资格讲话 怪不得南相平日里这么放肆 这是有皇上在撑腰啊 臣还有事 先行告退 皇上正务繁忙 切记不要操劳过度 那爱情也是 母后 梨王跟前家嫡女的婚事 朕没有兴趣差事 您可自行找梨王商议 儿臣告退 那 小姐 这秦夫人和大小姐 怎么突然想起 办什么桃花宴了 还特地给您下帖子 请您参加 我看肯定没按什么好心 管他呢 你为什么非要整 这个南相府小厮的衣服 是不是太过来 在下 接个是南相大人 派来保护您的侍从绿竹 娘子 陛下 请陆梁府 打算假借讨花宴之机 逼四小姐 嫁给陆明渊呢 什么 娘子 你喊谁啊 娘子 这里还有别人吗 我当然是叫你呀 我娘已经和秦夫人说好了 过几日就娶你过门 走走走 先陪为父去逛逛 请陆公子自重 秦四是我魏过门的夫人 你一个小厮在这凑什么热闹 还不给我滚开 不是陆公子 你这一会儿要悔婚 一会儿要后悔的 你当我是白菜啊 挑来拣去的在这 四姑娘 那毁婚之事 就是一场误会 我对你 那个是一往情深啊 哎呀 这人呀 真是不可貌相 平日里看着不声不响的 想不到四妹 正受男人欢迎的 秦夫人 四丫头 难得陆公子不嫌弃你 还不赶紧允呢 不行 四姑娘已经答应 嫁给我们男相了 归因大事 因为父母之命 就算是皇上来了 也应当问过我 这个当家主母的意见 真是无聊死了 绿卓 走了 锦斯 你给我站住 你是不是因为 攀上了男相 所以才执意 要跟我毁婚 那男相不过是 仗着一张皮相 承唤于皇上 才换来这右相的身份 你难道不嫌脏吗 你说谁脏呢 你是个什么东西 你竟然敢打我 我打你怎么了 我们家相爷说了 今天谁要是敢欺负四姑娘 就是跟我们右相府作对 秦司 你不就是秦家的一个庶女吗 这么大的架子 要不是看在你还有几分姿色的份上 你以为我会娶你当正妻吗 我呸 你别给脸不要脸了 我呸 说谁给脸不要脸 相府出来的人果然蛮横 可你家那个主子还真是一路货色呀 男相那个漂亮的脸蛋 不知道还能维持几年的姿色 一个男人靠着出卖色相来获得专宠 居然还有脸出来嘚死 陛下您消消气 四小姐他们确实是太能惹事了 什么叫四儿能惹事 这是世道崩坏 看我四儿太善良 想欺负他的坏人太多了 对对对 陛下您最近刚出宫 妾不能再出宫了 而且断步风不在 别说了 朕绝不可能让他独自面对 感动朕的女人 看来某些人是活得不耐烦了 表哥 你终于回京了 靠着一张礼能读得圣丑 那也是我家相爷的本事 比起某些其貌不扬 扔在人堆里都找不着的家伙强多了 住口 你竟敢这么说齐王殿下 剑奴找死 你说 记书 来人 来人 记书送给我 送给我 记书 四表妹 你就这么拐叫你狗里的下 可是绿卓他是南向府的人啊 我也没办法 那本王今天 就替南向立个规矩 来人 齐王 你这样公然地与南向府作对 怕是不好收场了 本王乃堂堂亲王 一个小小右相 能耐本王如何呀 把这个苟杖人士的奴才拉下去 重打五十大板 你放开我 给我重重的打 生上驾到 儿童速速接驾 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天四小姐不必 朕不请自来 没有打扰小姐的雅兴吧 皇上龙温 臣女惶恐 朕听说 有人嫌朕的右相补干净 皇上 皇上 皇上饶命 皇上饶命啊皇上 皇上 皇上 皇上饶命啊 皇上饶命啊皇上 齐王为何在此了 皇上 皇上 母后病体沉科 臣特奉一指 前来侍奉 啊 探病都探到这桃花燕上来了 还真是好兴致 臣是凑巧过来探望 救 齐王孝心可嘉 朕得好好奖逼你一番才是 陛下有旨 宣齐王殿下请见 臣遵旨 绿竹 走了 是 四姑娘 我问你个事啊 说 你跟我皇兄 是以前见过吗 见过呀 而且还很熟 该干的不该干的都干了 我的妈 感情是 是嫂子 臣 苍云泽 奉旨见驾 陛下 齐王 苍云泽 求见 陛下 齐王 苍云泽 求见 传荣楚秀进来 是 传荣相干什么 又要迁怒吗 皇上这是做什么 看你有没有受伤啊 又没见性 何必动摩 容相是公骨大臣 位高权重 日历万机 皇上不该前奴于他 朕可以免去他左相一致 给你做私人护卫 皇上要当昏君吗 给你做护卫 是他的荣幸 是耻辱 皇上乃是天子 后宫家里三千才正常 不应该把时间 浪费在我一个人身上 陈告退 我一个以色诗人的男宠 在这站着 高高在上的齐王 却在跪着 不知你有何感想 呦 齐王殿下 你可要跪好了 皇上可不喜欢偷懒的人 不然就不是跪着这么简单了 让他跪满两个时辰之后 再全职 齐王毕竟是太后亲子 这样会不会 齐王无欲 擅自进京 意图不轨 即日起 薛王为侯 伐奉三年 天亮前 逐出境寸 亲子 斩戒指 沧寒玉 你不要逼人太甚 抢走皇位 害死我兄长还不够 连我儿子都不放过 什么 就负他一将 不光是他 吴侯 难道我们就坐一带避不着 母后还有最后一张梦牌 我们绝地犯杀 陆侍郎 参污受贿 检举折雷 其子陆明渊 强强名女 证据确凿 即日起 萧娶陆家一切官职 莫收家产福底 永不许踏入帝都半步 倾此 这结果 死而可还满意 皇上是打算 我看谁不顺眼 就干掉谁吗 倒也不是不行 那我看左相不顺眼 我和他一左一右为相 可朝中的老臣们 都夸他君子端方 连结辅政 却说我滥用职权 横行朝野 我很不爽 我这 好 从即日起 废处荣处修左相一职 让他负责 为你府上 每日到马桶 如何 算了算了 还是留他在朝堂吧 毕竟他丢了官职 没了俸禄 就没有人给我们家素衣 买冰糖葫芦 男校 您心胸宽广 我这就去买 同样都是成效 这差别 怎么就这么大呢 这个该死的陆明媛 朕应该再罚得重点 什么 男司又在玉哥哥请宫 他一个无耻大男人 怎么这么不要脸 郡主使不得 本郡主头好痛 快去叫玉哥哥来 四儿 你怎么了 郡主有样 微臣还是不打扰了 不打扰 朕看见你就开心 怎么能是打扰了 我知道皇上 为何对我如此伤心 无非就是担心 我料挑子不干 你放心 我和秦寺的婚约问题 还没有解决 暂时是不会离开的 男司 为了离开朕 你竟舍得扔下 这苦心经营多年的一切 你觉得呢 辞官的折子都已经交了 辞官后你要去哪儿 我告诉你 好 你若真的要走 可以 但这些年来 你在朕的身边 一直认着机要之职 还掌管着暗阁 在你走之前 你是不是应该 交给朕一个 能够替代你的人出来 那皇上看好谁了 放心 这个人 朕已经替你找到了 难道这就是东华说的 不会如我所愿 上纸到 圣上有旨 拨去长子苍鸣旗 世子封号 命赐子明华进宫 受封 钦此 公公 这是为何呀 奴才也不知道 这是皇上的旨意 好啊你 定是你在背后做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 夺走我的世子之位 上死吗你 啊 王爷 端王府爵位 怎能由一个数字继承 亲神不同意 说什么我也不会同意的 你不同意 有的你不同意吗 这是皇上的旨意 有本事 跟皇上闹去 陛下 端王 已经带着明华公子 在外面候着了 让端王先进来 是 臣参见陛下 陛下万岁 关于朕拨去 明齐世子之位 改封明华的决定 皇叔可有什么不满 没有没有 回陛下 按照天朝律法 数字 并没有继承 爵位的资格 但 既然是陛下的决定 臣 自改尊从 但臣实不知 陛下 为何会做如此决定啊 明齐跟明华 都是皇叔的儿子 皇叔应该知道 他们的本事 和性情如何 若您希望日后 端王府 败露得早一些 朕 也可以继续 让明齐做世子 但朕对他不喜 端王府在他的手中 将来不会得到 一丝的冗中 臣 谨遵陛下之意 皇叔可以回去了 不用等明华 臣 先行告退 吴皇 万岁万万岁 明华 你可知 朕为何破格提拔你吗 臣 不知 朕赐你世子爵位 是有条件的 朕问你 你是只想要世子之位 还是希望手握大权 成为端王府 真正的主人 臣想要实权 请陛下明示 明华 心甘情愿为陛下效劳 绝不该有半分违背 朕赐 他已经跪了一日一宿了 这连祖谱都没上得端王府数字 您说陛下这是什么意思啊 还能有什么意思 表面上说放我辞官回家 这边又派个小白来绊住我的脚 顺便监视我罢了 让你跪了一宿 可怨我 皇上让你来个奸向宠臣身边 当奴仆侍卫 你可甘心 有怨气 不甘心 就拿起它 打败我 真正的强勇 从来不需要别人的怜悯和失识 都是靠自己打出来 拼出来 总有一天 我会强大起来 得到父亲的认可 得到你们所有人的认可 说好了 苍小七 输了就要当我徒弟 跟我学见哦 快叫师父 记住 没有做错事情的时候 你不需要向任何人一下 这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后面 这样 我一直在想 老人 问 我 谁 找我 那么 没有 结ク 我倒就别生了 此以后 此不见明珠的我们残生 让一次会模糊平同样的伤痕 执迷在相拥荒 紧要抛之一生 也甘愿全温 你为什么要当黄金 双手是为了黄金一时周全 你喜欢 谁的柳子余温 不过永远无凡却爱过你 又如何笑我 此不见明珠的我们擦身 等一次会模糊平同样的伤痕 执迷在相拥欢 请让他举手 别甘愿承认 尽一天能够执手 熟悉你我余生 贪恋这些牛肉存余温 不过永远无分 不过永远无分却爱过人 尽一天能够 尽一天能够执手 我余生 你再想拥荒 尽一天能够执手 重新闻 尽一天能够执手 你再想拥荒 尽一天能够执手 你再想拥荒 尽一天能够执手 君 following end 宝父 第一天能够起 就松 你跟朕一起去 他没有要焦 要手 要发痛 一程 朕坐你的马车入宫 这样才能避免别人知道 朕山羹半夜出了宫 奸相 奸相 这个时辰 你不是应该刚从 皇兄的被窝里起来了 今天怎么下红雨了 在这儿看到你 黎王殿下 听说近几日 你接连两次被你皇兄罚跪 你什么意思 本相打赌 今日早朝之后 你至少还要在御书房 跪上一个时辰 我 薛同僚 今天什么情况 凭什么奸相可以坐马车进皇宫 皇上在马车上 大祭司 最近我的脑海里 总会出现一些很奇怪的画面 小时候 我也没有教他练过剑啊 明明都是他教的我呀 小七哥哥 你终于来看四儿了 四儿 从今日起 你就加入暗阁 去磨练磨练吧 我希望两年以后 可以看到一个全新的男司 四儿 恭喜楚歌 这是朕交给你的第一个人物 卧底秦国旧府 搜查他的罪证 朕一安排妥当 从今往后 你就是秦府流落在外多年 刚被寻回的秦寺小姐 是 可是小七哥哥 朕一登基 今后 称朕为陛下 不知为何 从我第一次见到沧寒玉开始 我就有一种 很奇妙的 亲切感 即便满朝文武 都对他敬畏有加 人人在他面前敬若寒蝉 可是我对他 就是有一种 你知道前世今生吗 双星汇聚 命运之轮已经开始转动 别着急 你心中所有的疑惑 都会有答案的 主子 您回来了 陛下方才差人来找您进宫呢 不去 好的 主子 那我出去了 你去哪儿 荣大人生病了 我得给他送点药去 你这是一点点 你干脆把我的南向府搬空得了 主子 那我去啦 哦 对了 刚刚端木大人亲自来请的 说陛下已经很久没吃饭了 又来这场 嗯 啊 啊 啊 陛下 陛下 朕不是说过朕不饿 没事不要过来打扰吗 陛下 是 南向来了 正在紫辰殿的路上了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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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尝尝吧 啊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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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不好吃 好吃 好吃怎么不厌 莫不是 嫌弃我的厨业 听说容楚秀受伤了 伤得还不轻 对 这正要跟你说 边吃边说 你倒是说呀 朕收到线报 太后已经找到 那一批传说中的 前抄武器了 数额巨大 且质地精良 如果这一批武器 被后党一脉掌控 恐生大乱 容楚秀因为追踪此事 受了重伤 我来接受调查 不行 你要离这件事情远一点 此次太后不举严密 据容楚秀说 这帮人异常恐怖 非人非鬼 隐显淡扰 和野兽无疑 黄胜这是在吓唬我吗 你这什么理解里啊 你不是辞官了吗 这件事情你就不要查查 我这不是还没辞完吗 我会注意安全的 这件事你再说 其实 其实朕今天 是想约你一起 去尚元节灯会的 记得小时候 你最爱买老陈家的灯炉花 尚元节的事情 还是再说吧 四儿 四儿 那我们不见不散啊 朱子 都查到什么了 伤荣相的人 是江湖一派名曰罗生门的人 他们行踪鬼秘 身手高强 只认钱不认人 还有就是 他们出门在外 总是手持着把红伞 了 esa 我给你们这个人 拍我的 明镜 拿下一些 哇 您不是说不出来 您家还不是出来了 必死 哦不对 苍公子他们应该也快来了吧 啰嗦 苏伊 你先去和他们碰面 我随后就来 怎么了 红子 都这么晚了 他们怎么还不来 不急 这有的是耐心 李游王正在梦香楼 撒钱闹事呢 你去处理 我 公子 那喝醉的李王 除了您 可是六亲不认啊 他现在毕竟掌管着 上手上的财务司 要是让太后那边的人 包到口实 你主子呢 追人去了 哎呀 今天呀 我把我们梦香楼最好的姑娘 都给你叫过来了 知道我是谁吗 当朝陛下的亲弟弟 户部财政都归我管 少跟我废话 把你们老板给我叫出来 赢的话 进完酒圈 本王十倍付给你 输了的话 这楼可就归我了 小姐 那李王正在撒酒疯 要将这楼买下来 这梦香楼 可是太后姑妈的产业 各路消息都要从这里走 万万不可暴露 罗生门那人怎么还不来 灰心带来了吗 我被人跟踪了 秦四怎么会是他 你先走 去把他引过来 好 本王今晚九千十倍付给你 但你们要是输了的话 这楼个就归我了 啊 来 黎王殿下 这把我来和你赌如何 赌注就是 你的命 你谁啊 本王凭什么 不好了不好了 四姑娘 我家小姐出事了 你快去救救她 你家小姐 秦庆叔怎么会在这 是 因为李王在这 我家小姐自从被李王推婚后 一直希望李王能回心转移 我很忙 没空 求求你救救她吧 我愿意给你做牛做马 你快救救她吧 在哪 不是 你 现在他走 我这 李王我们一起来玩吧 好 刚才是 哎呀 四妹 救我 救救我 天赤你个狐狸精 这屋里被人下了药 你就好好享受 被人伺候的感觉吧 哈 要清白还是要命啊 哎呀 當然是要命 你們的親愛 比樓里的妓女 還不值錢 你怎麼來了 不想叫他叫到你自己嗎 不提也罷了 只是有點可惜 不能陪陛下 可我多 我的銀河 我暗自揣測你心意如何 是溫柔情如的 難以不挫合 是我一共感受的燃火 我想著 喝多了個停了 曾曾飛向我 他路過我錯過 我在等一場風 等你靠近我 你是風略過我也只是路過 掀起我心動不亂 讓思念成河 然後就讓無痕跡飛走了 我在等一陣風 等他吹向我 幻想如你般見地選擇我 去深知此番的愛無結果 請到深處也許沉默 請到深處也許沉默 又被沉默 在這個位置 要很幸運 最高暗 電視 是 會 回答 解 好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好吧 那上朝见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恭喜陛下呀 得逞所愿啊 容楚修 为什么突然感觉有点冷 为什么朕的寝宫里不给四儿备好男相的衣服 呃 这个 姑妈 怎么样 表哥可是有好消息 的确是个好消息 几位邻国君主得知我们已经拿到地图 愿意借兵给我们 不过 他们要求和哀家面谈 太好了 过些日子 您大寿 就是个不错的机会 到时候 命几位老臣联名上书 让泽尔回京贺寿 不怕那个苍寒玉不云 太后娘娘 探子来报 昨夜秦家四姑娘留宿隆起 怎么会这样 他不是应该被 和男相定了婚约 能同时搭上右相和皇帝 看来兄长这个贱人女儿 不简单啊 竹子 您之前教我的剑法 我都已经练手了 我可以跟在您身边做事 想要留在暗阁做事 以后发生任何事迹 都不要露出你方才那副表情 绿珠哥 咱们主子 竟然是女的 主子 主子 您真的只想让苍明华跟着你啊 他哪有能力保护你啊 他要是有跟你一样的能力 他后来抓我 他还怎么得手 可这样毕竟有危险 您真的打算连皇上都不告诉啊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可我入虎穴 藏寒于避风 四儿 你为什么不可乖乖听朕的话 万一出了什么事 朕可要心疼死了 我懒得跟他吵 免得被阻挠 就皇上对您这关注度 您觉得他能不发现吗 放心 我有办法 陛下 这是四姑娘亲手做的桂花糕 就当是送给您的上缘礼 四姑娘可能有所不知啊 陛下从来不吃这种 陛下 告诉四儿 朕很喜欢 朕昨夜 也为你家姑娘 准备了礼物 好 这花真好看 这是向爷最爱吃的蜜饯 来一份 这个水粉好好看哦 向爷一定喜欢 这些全都保起来了 主子 我们为何要来这里啊 站住 你们是谁 你们要干什么 秦家小姐 请跟我们走一趟 你这小狮子有点天赋 在我相府学了一段时间 住手 你们别杀他 我跟你们走 那走吧 秦小姐 你该回哪儿回哪儿 不用管我 秦秦小姐 啊 怎么了 容姓 快让我去见陛下 秦司小姐 被罗生门的人抓走了 什么 那你们还不快去救 保险 安慰 只听从陛下 或者南向亲口下的命令 那要是他俩现在都出事呢 什么 那我们就 等 中了咱们的米药 一时醒不过来 先扔这儿吧 一会主人会亲自审问 走 走 没想到孟香楼居然是太后的老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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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跑 去住 去住 大哥 你 這一刻終於要完了 一我二人從此扶起清智安斷一絕 啊 我孩子 我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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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喻 喻 啊 喻 师父 醒了 想起来了 我们制定的行动计划里 没有你这一处啊 不过 也是你信任 要不是为师及时赶到 你小命可就没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真的是我师父 你怎么会是我师父呢 那些画面 是怎么一回事 你的前世 或者更准确来说 是你这辈子的 上一个版本 我不懂 无妨 你只需要记得 你如今的生活 被重启过一次就好 这辈子 你是全清朝野的全臣右相 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男寺 你可以强大 而肆意潇洒地活着 可为什么会冲击 是你 当然不是我 是别人 别人求我师以秘法 才换来你们这一世的重生 谁 还能有谁啊 心有所恨 心有所悔之人呗 他马上就要到了 一会儿啊 你们自己聊吧 天机不可多言 但是 我一时要提醒你 扭转时空的代价 是非常恶贵的 这一时 你们注定厄运半生 记得 永远不要跟他成婚 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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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怎么了 怎么了这是 对不起 是这来完了 对不起 你为什么要这么傻 你为什么要一身犯险 你万有什么好歹 你怎么找到我 正在你的簪子里 加了特质的香料 通过寻前找到你 我累了 先回去了 四二 你别跟着我 四二 是不是朕 又做错了什么 苍寒玉 你一直在骗我 原来我们上辈子就认识 上辈子我失去了我的孩子 被举国背叛当成礼物 最后卑鄙自己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四二 你都想起来了 你凭什么擅自安排重生 明明前世你气我如碧云 今生却要摆住这番深情的模样 不是这样的嗓 不是这样的 苍寒玉 你的爱太子死 你从来没有真正的爱过 你不过是想满足内心的遗憾罢了 皇上 今年江南贫乏水灾 致使粮食欠收 还请皇上开仓赈灾 一疏迷魂 真的四二最能干 呃皇上 你 皇帝哥哥 这是我亲手做的汤 你尝尝看 好不好喝 陛下 这汤里我下了多么颜药 你喝还是不喝 只要是你所在 毒药真的喝 皇帝哥哥 你说什么 什么毒药 是你 啊 啊 陛下 你还是歇会吧 他不会来了 好 真要到死而來 皇上遇刺了皇上遇刺了 來人哪皇上遇刺了 竹子 你怎麼這會兒有空過來 竹子 您之前化身秦家瑟小姐和我一起逛街 是不是 沒錯 就是利用你 那在我和黑衣人打鬥的時候 那飛來的獅子 也是我打的 所以 您那天帶著我 就是因為我武功比較弱 能夠讓您順理成長地被帶走 是 竹子在和黑衣人離開之後 可有受傷 你看我現在不是好好的嗎 那就好 你不願恨我 我知道我底子比較差 即使每天都在訓練 也仍舊比不上蘇姨姐姐 只要知道 在竹子身邊 我還有一點用處 我就已經很開心了 要說怨恨 我更怨恨自己不夠強大 不然 竹子就不用一身射箭了 既然不夠強大 那就每天加訓 兩個時尘 加訓 好 竹子 竹子 陛下出事了 廢物 一群廢物 皇上要是有個三長兩短 你們一個都跑不了 通通殉葬 都給我殉葬 皇上還沒死 太后娘娘就迫不及待讓人殉葬 不知藏的是什麼險 你什麼意思 來人啊 除了太醫 把所有人都給我清出去 南四 你放肆 你放肆 哀家面前什麼時候輪得上你說話了 皇上 臣說得上話 南鄉的話 就是朕的話 皇上 不要讓朕再說第二遍 你們這些禁衛軍是幹什麼吃的 哀家是太后 還能害了皇上 反而是這奸相 若他借機對皇上不利 後果誰來承擔 我若真要對皇上不利 那豈不是隨了太后您的意 南四 誰給你的膽子和哀家這樣講話 偌大的武朝到底誰來當權 反正怎麼也留在太后你 本相把話撂在這兒 今日他若有事 我要你全部陪葬 你幹嘛 不信的話 你可以試試 不知所謂 把店門給我守好了 沒有我的允許 一個也不許敬 啊 啊 把青霜要拿來 南向 這要拔了匕首 皇上會 所以呢 就讓他這麼插著 還是說 你現在就想看皇上宣佈遺詔 閉嘴 我為你拔匕首之上 什麼事都不可以 啊 簡直就是胡鬧 皇上危在旦夕 你們敢攔著哀家 就任由南向胡來 煩了 來人 長公主到 大長公主平日深居檢出 今日怎麼來了 長公主雖然深居檢出 卻貴為先帝長姐 同時還是監國公主 皇帝遇寺這麼大的事 她當然要過問了 參見長公主殿下 免禮 皇上怎麼樣了 回長公主 太醫正在救治 回長公主 南向將我們都趕了出來 她一個人在裡面 不知道在幹什麼 皇帝哥哥生命垂危 她都不管不過 君主真是會告證 你把皇上怎麼樣了 還能怎麼樣 當然是救活了 那這血 治傷嗎 難免的 你 參見長公主 皇上怎麼樣了 性命已無礙 但此番受傷嚴重 需要靜啊 南向 今日之事 依你之見該如何處置 端木楓 臣在 建卫君護駕不力 全部賬兩百 取醫受折 太醫院醫術不經 奉禄減半 至於太后 陛下遇刺 太后因太掛念皇上 傷心過度乃至身體抱恙 即日起閉門靜养 一個月不得出奉隙公辦 還算妥當 還算妥當 就按南向的意思辦了 黃姐 陳 靈芝 臣 兩百 是不是中了 是啊 這兩百丈澤 這個丈幣差不多了 保護不力 死了也該 那 朕其實自己也沒有保護好自己 是不是 也應該受罚呀 黃山萬體間 誰敢罚您呢 其實 端木楓 已經盡力了 有 五十 允許運氣護體 四二 二十 一丈都不能少了 給我讓開 我要進去看玉哥哥 陛下龍體欠安 暫時不方便見客 那南四怎麼可以進去 哦 他呀 他進去看了一眼 發現陛下沒端氣就走了 啊 啊 四二放手 四二 四二別走 這快不行了 你快不行了 這勁還挺大 啊 這是回光返照 四二 真若真有個什麼萬一 就把黃偉傳給你 我猜不像 那就傳給李王 然後你去給我手裡 你快閉嘴吧你 那你不走 趁就閉嘴 好了 行行行行 我不走了還不行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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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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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疼 啊 啊 真的 更疼 南向這個人 你覺得如何 知識能臣 不可多得的人才 不過陛下被此人影響過深 嗯 確實有些不妥 尤其還是個男寵 四 沒想到 四而接日如此主動 但這現在 不是很方便 本宮看 陛下的年歲已至 確實該讓凤衛有所著落了 您的意思是 大祭司是不是很久沒有出掛了 你去祭司殿一趟 就說是本宮的意思 讓他沾一沾 本朝凤衛 如今花落誰架 是 方才 皇上的傷口 公整的向熟人直接刺進去一般 所以皇上才毫無防備 而且這個傷口 雖深 卻不致命 這也太沒有水準了吧 讓臣好好想想 讓臣好好想想 該不會是皇上 召見了什麼美人侍寢 卻反遭美人暗算 四人在跟著開玩笑 那就只有一種可能 皇上疼嗎 不 不疼 皇上寧肯疼死 也不跟我說實話嗎 也不跟我說實話嗎 四二 對不起 是朕受不了這些天你一直不理朕 我 再重此想做 皇上 沒想到 我還真錯怪太后了 我一直以為是她陷害的你 沒想到是你自己 自槍偽裝成御刺 虧你想得出來 四二 我可真傻 被人騙了一世還不夠 這輩子還要聽信你的鬼話 還要擔心你的死活 四二 四二 對不起 對不起四二 朕一直都想清靠跟你說這聲對不起 這一世 朕定會護你周全 我們重新來過 好嗎 你憑什麼認為我還會再給你一次機會 就因為是你求來了這一世 我就有義務陪你重新來過 沒有 你知道就好 四二你說得對 上輩子你的一切悲慘 都是從那封修書開始 是我的錯 都是我的錯 好 我有問題要問你 問後衛之事 成會時穩 問你和蒼寒玉之事 成會一千兩 你怎麼不去搶呢你 南鄉萬福無疆啊 問 不過說好了 你和她今生未來之事 屬於天機 不在回答範疇之內 蒼寒玉上輩子 為什麼要修我 她自己沒跟你說啊 就這問題 也值得你花錢來問本作 她只說 都是她的錯 也算是吧 她呀 那是太蠢了呀 她 那個時候齊王繼位 垂寫你的美貌 捏掃證據 構陷你叛國 藏寒玉替你攬下了所有的罪責 自己被打入天籠 忍受層層呼吸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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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啊 她就是心太善 太過於不正 所以在危險來臨之際 沒有能力護住你 你這是 哭了? 沒有啊 輸你的錢 好了 買酒夠本 看在你今日如此傷心的份上 我再附送一條訊息給你 subscript 行 Έ こう 你沒有做夢啊 喝藥吧 朕不相信 那怎样你才信 那你亲着一下 陛下 太医 太医走丢了陛下 我去找一下啊 先喝药 四儿 朕以为你真走了 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五朝这么大 我能上哪儿去啊 苦 四儿为着喝 那现在是鬼在喂你啊 用嘴呗 陛下 这有一个很急的奏折需要您 好像也不是那么着急 您继续 那我干脆帮你喝了得了 好呀好呀 你想那么美呢你 爱喝不喝 四儿 这也想吃 你吃不知道什么叫简直有份啊 哎哎你中边我不能吃 不是你看你这满嘴油你这 是菜吧还是肉吧 不用你中饭 你先尝一尝吧 哎呦你拿嘴背这也行 你别拿我咬啊 哎呦我就吃那个 就吃你嘴里这个 我不恶心 好丑啊 疼啊疼啊疼啊疼 疼 没事吧 怎么 就要吃 哎初秀 你打我一巴掌 挺疼的呀 我刚看见的 是才没闭下呢 你没看错 我也看见 而且 你有没有听到 刚刚四姑娘叫她什么 哎 哎 谁让你把我的衣服都换成女装呢 因为你穿女装好看 朕喜欢看你穿女装 还人怕是小女儿想疯了吧 朕要是真的想疯了 会把你所有的衣服都藏进来 看来你的伤是好得差不多了 疼 别给我撒娇 我才不吃这一套 那四儿吃哪一套 真鲜血 皇上给我跳个舞吧 那不可能 这也是要面子的好吧 嘴 强 嘴 嘴 强 嘴 强 强 强 嘴 嘴 强 玉哥哥 琴寺 住在这里的 不是南寺吗 原来 原来 琴寺就是南寺 你是怎么进来的 你为什么要跟这个贱女人在一起 南江 你我是亲人 而南寺是朕的爱人 自然是他来照顾朕 你不是说过 他是替我挡剑的吗 他为什么会是你的爱人呢 当时这样讲只是权宜之计 南江 朕想要保护你是真的 但朕更要保护 是死 因为他是朕这一辈子 做所有事的理由 你在骗我 你这么多年都没有立后 明明是为我留着的呀 朕从没这样许诺过你 可是你封我为郡主了 那是因为你住在南巷府会打扰他亲情 我不相信 朕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南江 希望你今后不要再来找丝儿的麻烦 现在 不要怪朕不顾忌兄弟之情 现在相信 朕跟他之间 没什么吧 干我合适 那朕 刚才说的立后的事 你考虑一下 朕子 这是皇上送给您的 说是正好搭配您的女装 我给朕子戴上 不用 我现在还是男装 以后再戴 不过这个恩 还是要谢的 嗯 你是新来的 你是新来的 我来吧你去忙 好 我来吧你去忙 好 怎么了 四儿 跪下 这个 男儿膝下有黄金 四儿 别再胡闹了 朕那异国之军 你这样成何地图 苍晓琪我给你脸了是不是 我不怪是早上提了一嘴 我伤好得差不多要回府 你居然给我下软筋伞 你给我跪下 是 要是朕下的 那是因为朕不想让你出宫啊 你以为你拦得住 四儿 朕不过就是希望你进宫为后 留在朕的身边 你为何如此抗拒 记得 永远不要跟他成婚 陛下忘了关于皇后的真言了吗 鸾玉九州 这四个字 哪个字跟我有关系 朕不管 跟朕有关系的只能是你 朕姚立后 龙者萧 你指 金秦家四女秦寺 贤良淑德 优雅端方 兵姓纯良 为天下女子之楷模 可我方为由鸾飞 明日起 搬入为阳宫 皇上随意 为臣告退 难死 你敢踏出秦宫一步 你敢踏出秦宫一步 一定会后悔的 皇上 不管皇上是真不想活了 还是毒我会心软 我可以告诉你 这些威胁对我来说都没有用 皇上想如何 微臣都奉陪 难死 你真当朕什么都由着你吗 朕的命你不在乎 那南向府上上下下的命 你也不在乎吗 你敢 只要能留住你 朕会不惜任何代价 两位 你们稍微冷静一下 好不好 陛下 你应该很清楚 不该把我留在身边 不日就是太后的寿衍 届时诸国来朝 我听说从西江国来的两位公主里 大公主的名字里有个卵子 明焕 凤鸾月 我想 他才是陛下真正的良配 朕的良配只有一个 那就是你 容主修 愣着干什么 你知 不许去 救命 谁来管管这两个祖宗啊 儿臣 见过母后 儿啊 快起来 儿啊 咱们母子 总算是团聚了 可如今 武器库地图被毁 咱们也失去了和诸国谈判的筹码 没想到秦司 竟然是皇帝安插在秦府的棋子 是哀家大意了 而且此次苍寒月遇辞之事 实在蹊跷 儿臣怀疑这里面有大阴谋 说不定是想嫁户给我们 借其发难 这可如何是好 事到如今 我们也只能静观其变了 只要大长公主在一天 她苍寒月 就不敢对我们动手 我们来武朝都两天了 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让见皇上 丞相大人是不是故意 拖着不让我们进宫啊 小公主急什么 到了该见的时候 皇上自然会招见 该见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公主 这是在质疑问下 抱歉 小妹年纪小不懂事 说话莽撞无理 还请左相大人恕罪 此番是我们未经宣召 擅自入境 本就是我们不对 若皇上政务繁忙 我们可以在隔壁的客栈里 再休息几天也无妨 我听说天朝有两位丞相 左相大人和一个男宠 并称二相 不觉得丢脸吗 小妹 闭嘴 公主一再挑衅本相 真当本相奈何不了你 请左相大人恕罪 我带小妹 给程县大人赔罪了 以后 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本相 还不至于和一个小女子 斤斤计较 不过 抵辱男相的行为 皇上可不一定会原谅 华月公主 好自为之 那 就不打扰左相大人了 告辞 一个蠢货 城市不足败事 之后进宫 你就别去了 什么坏事 是啊 小公主 大公主也太过分了 连宫宴都不让您去 那您还怎么见到皇上 我就是故意的 他想进宫作死 我才不要陪他死 不进宫 正合我意 走吧 这个邪将小公 有点意思 去拿男相的衣服 不用了 今天是太后的生辰 我穿女装 秦府 我不再想回去了 那 你不用高兴得太早 别忘了 秦寺这个身份是假的 你丰厚也好 丰厚也罢 都和我无关 不管有没有关 朕都高兴 朕给你 背了一些衣服 去挑一件吧 还是等苏伊过来吧 好 四儿说什么就是什么 主子 现在陛下已经这么不要脸了吗 居然给您用软金伞 怪不得奴婢在府里左等右等 就是不见您回来 反倒是隔壁秦府来了圣旨 说 陛下已经宣您为妃了 唉 现在这人不要脸的程度 都到了探围观止的境界了 不过也好 主子您这么角色的一张脸 一直扮作男二身 那岂不是可惜了 那您真的打算接了这鸾飞之位 今晚和陛下一起出席晚宴啊 不然呢 他疯都疯了 想必我现在是树敌万千 不管了 反正我不去找麻烦 麻烦也会主动找上我 就不如遇神杀神 来个痛快吧 嗯 主子 霸气 嘿嘿 皇上驾老 鸾飞娘娘驾到 鸾月妹妹 就是她 明明你才是天命鸾字 正合了大祭司鸾鱼救出的预言 看我怎么好好会会 是秦寺那个小泥子 儿臣与鸾飞 祝母后福气延年 万寿无疆 既然皇上尊称哀家一生母后 那母后便多说几句 你怀里的这位 不过是个秦家庶女 哪有资格为妃 皇上就算是再喜欢 也顶多给个贵人当的 至于封妃一事 哀家不同意 请皇上慎重考虑 秦家长女才貌端庄又是嫡女 比她可要合适多了 陛下 臣女不才 愿尽心侍奉陛下 你们是在教朕做事 母后不是这个意思 陛下 您误解太后的好意了 臣父作证 这个秦寺 在我秦府的确是粗鄙不堪 难登大雅之堂 秦寺 没规矩的东西 你耳朵聋了吗 还不赶紧滚下来 皇上 我怎么觉得这些人 对我不是很满意呢 四儿不开心了 不 四儿开心 四儿就是喜欢 他们看不惯我 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姐姐 你不是和我讲 五朝乃礼仪大方 可这鸾妃娘娘目无尊长 说话行事 可不像是正经归秀啊 说的没错 五朝自古难尊与非 非子纵是如何得宠 也该谨守君妾之礼 不得与夫君同席列座 这位鸾妃娘娘嘛 的确是大逆不倒 犹如高潮 乌鸦姐姐 还是你懂我 见 而鸣然自得 说的大概就是这种语言 秦家敌女秦敬书 资荣婉敬 理应配着世上最好的男子 皇上觉得呢 四儿说的对 那就让他嫁给 外放的陆明渊公子 也算是皇上的恩德了 秦四 四儿觉得合适 自然是合适 陛下 哀家已经将敬书赐予黎王 怎么可以 黎王顽略 与秦小姐并不相看 陆明渊雅正官方 与秦小姐乃天作之好 秦四 没想到 你竟如此恶毒 他可是你的七姐姐 前夫人身为黄金国戚 军前失仪 令拨去一顶告明头衔 朕同意 陛下 哀家寿殿 岂容这个贱人在这蛊惑圣上 母后 明年事已高 还是不要操心太多位 陛下 这位鸾飞娘娘 如此肆意妄为 您不觉得一笑大方吗 这位乌雅公子 对我五国之事十分热心 嗯 诶 朕听说 换一局正确人手 不如将她送过去帮忙吧 四儿觉得如何 皇上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了 跟着四儿 本宫乃是堂堂兰岳国公主 你们既要拉我去做苦劣 本宫可不是你这种贱人 可以羞辱的 皇上 来人 将乌雅公主送去换一局 若她敢反抗 朕会即刻派 踏骨兰岳 还有谁想说什么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陛下 你对兰月公主的惩罚 会不会太过了些 思儿是装傻 还是真猜不出来 军心难测 我哪里猜得出来 只是觉得 皇上会不会太狠心了 把如花似玉的和亲公主 贬为奴隶 还扬言要踏平他的家乡 没有将他们千刀万刮 都算是便宜他们了 十几年前 如果朕没有带你来吴朝 那现在兰月就是你的故乡 是啊 可是 你不是把我拐过来了吗 思儿又去想我 即便这一时 你的命运轨迹已被朕所改变 但思儿 兰月就是兰月 是那个上一世举国背叛你 逼死你的国家 这上一世 这一世 都不会对他们孰软 啊 啊 苍晓鸡 您过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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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晓鸡 苍晓鸡 谢谢你爱我 但 我不会当你的妃子 和你成为 你这个骗子 因为你只是个贱人 当年给我提鞋都不配 为什么现在 所有人的目光全围在你身上 就连我的玉哥哥 你都要抢走 你怎么出来了 皇上呢 皇上还在睡着 这段时间 他都没有好好休息 不要让人打扰他 哎 男大人 您这是去哪儿啊 今天 可是您的风飞大典啊 有事 去去就回 哎 主子 我们府被高手包围了 我查了 是南家郡主的人 不就是想阻止我参加风飞大典吗 我成全他 吉时已到 恭请鸾飞娘娘敬见 鸾飞娘娘接旨 奉天承运 皇帝赵曰 情家四小姐秦嗣 静容宛柔 勵志清零 风华幽静 殊胜姓成 柔家为泽 身位震兴 着急 策封为鸾飞 亲子 谢皇上 psi 等一下 他İ祖 什么时候 不要让朕再说第二遍 这 这怎么是南家郡主啊 怎么是南家 不知道 四儿呢 皇上刚才 已经册封我为鸾妃娘娘了 朕封的是秦府四小姐秦死 可是戒指的人是我 来人 将南家郡主送回去 是 把他身上这身衣服 就跟朕扒下来烧了 日哥哥 你为什么不能看看我 我才是那个真正爱你的人啊 你为什么如此电视时长 算了吧 臣告退 这个 风飞大典 皇上格子 只真是强无鬼啊 有点过分 是啊 您都昭告三思 列寝六省了 这人不来 真是有些不给面子啊 不过陛下 这南相嘛 您也知道 性子轻了 不喜欢什么热闹场子 要么您就体调体调 消消气 小惩大剑得了 小惩大剑 你们两个蠢后在说什么 朕拉你们干嘛来了 现在是四儿再生朕的气 他闹着要走啊 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不嫁不嫁 你非要办 我的话 你全当耳边疯了吗 可四儿 朕真的很想和你成婚啊 不可能 为什么 为什么不可能 明明你也爱着朕 为什么就是不肯嫁给朕呢 我 记住 永远不要跟他撑气 曾爱玉 我不爱你 不就是跟你有了肌肤之心吗 怎么 你还认真了 朕不行 朕不信你会这般无情 四儿 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磨难 才有了今天 为什么还要互相折磨啊 我们当初的约定还算数 我教会了苍明华 他已经接手得七七八八了 我还是会辞官回家的 我 我就是来跟你说一声 无论如何 朕都不会放弃你的 朕就是想问你们 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四儿不早 陛下 要不 咱们再来扎一心窝子 扎你一心窝子 对了陛下 咱们 可以像上次的软件伞一样 弄点毒药 给男姑娘吃 就是 吃了会失忆的那种 行行行 你这都什么主意 男像他那么精的人 能中第二次毒吗 要我说 男像他不是说 要等工作交接完以后再做吗 咱们就给他工作堆得多多的 可朕已经支持不动他了 已经这么卑微了吗 真是世风日下呀 那我就找一个 能指使他的人 龙少兄 你马上去一趟长公主府 给这送个东西过去 知道了 回去告诉笔下 信中所言之事若是真的 老公 别好好谢他 是 臣告退 快去 请男相进宫一室 是 是 臣 见过长公主 免礼 赐座 看茶 谢长公主 今天请男相过来是有事相求 本宫有一个失踪了十八年的女儿 据本宫所知 因藏于暗阁 男相大人掌管暗阁多年 还请男相大人 务必帮本宫找到女儿 长公主的女儿 怎么会在暗阁 此时说来话长 当初 本宫为帮助先帝 登基立下汉麻功劳 可鸟进宫苍 历来都是帝王的行事作风 机遗例外 本宫的女儿出生后 他这个舅舅 也算是疼爱有加 可还是借着册封郡主为由 将他带走 从此一去不复返 先帝行事阵密 本宫又透数机器 所以这么多年来 我只有这一些线索 本宫的女儿 藏于暗阁无疑 我不是以长公主的身份 我是以一个母亲的身份 请求男相 务必帮我找出女儿 可以吗 若真如长公主所言 郡主在暗阁 我必定全力侦查 帮公主找到女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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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陛下找陈来 不是有药事相伤吗 敢问是什么药紧事 非药约在这 糟然 不算药紧事吗 陛下你今日吃错药了吗 真是认真的 既然你要走 那就给朕留个抱抱 陛下你还是不要白日做梦 那你就走不了了 你拦不住 至少你现在 还是还没做 就老五分机飞走了 我在等一阵风 等他吹向我 幻想如你般间的选择我 谁神知此番的爱 你干什么 请到深处也是什么 你 你 你 是温柔情柔的 是难以捕捉的 我手握一旁感受你的轮廓 我想着有你去抓住了个寂寞 光风吹向我 他路过 我错过 我在等一阵风 等你靠近我 你是风 越过我 也只是路过 掀起我 心动过 暗绕思念成河 然后就了 无痕迹飞走了 我在等一阵风 等他飞向我 幻想如你般间 你选择我 却神知此番 本来无结果 心到深处 不认识沉默 啊 啊 走一走哎对 别跑 哎跳跳跳 皇上还打算盯着臣 看多久啊 四儿好看 朕看不够 所以皇上早就知道 素一是长公主的女儿 对 因为长公主是监国公主 从不和任何一方 势力沾亲带过 而容楚修 是朕的人 他跟素一两小无猜 消耗已久 所以 朕便没有告诉他 懂了 皇上不告诉长公主 是担心 素一一旦被封为郡主 长公主 必然会棒打鸳鸯 死而动真 想不到皇上还是一个 仁慈济世 体恤手下的大好人 四儿 是真不好 朕一直想着 此事借过不表就好 并非有意瞒你 现在 你既已知情 那怎么会复长公主 就由你自己来决定吧 就知道坏人我来做 你 朕也喜欢做坏人 沧寒玉 你害不害臊 我 去 禀报长公主 就说本相已经查到了 她的女儿早年入暗阁 不幸夭折 已经香消玉允 诺 苏伊 啊 朱萨 你是不是 很喜欢荣相 荣大人 我当然喜欢 以前 我在暗阁的时候 底子很差 要不是她 我早就被暗阁 淘汰赶出来了 嗯 还有 我从小杂杂的糖葫芦 都是她给我买的呢 哎 几川糖葫芦就把你给收卖了 可惜人家是荣相 书香门底的 你一个小丫鬟 门不当户不对 就算以后人家要娶 也未必娶你 嗯 那也没关系啊 感情的事嘛 珍惜当下 只争叼西 苏伊 苏伊觉得 只要能像现在这样 能 每天 看到她 能 天天和她在一起 就已经很好了 嘿 对了 主子 您最近可 瞌睡得厉害 这样下去可不行 会闷坏的 你 是不是和陛下 又吵架了 哎 要我们去集市散散心吧 啊 没有 她最近 就是有点太不当人了 没事 走吧 走 哎 主子 主子 还真游戏了 哎呀 你可真行 告诉你们不能结婚 你就直接跟她怀上了 你说过 这一世 我如若和她成婚 便会遭受天谴 那如果我们有了孩子呢 这个孩子会怎么样 哎 我算不出 但重生一世 乃是逆天而行 所以你们这辈子 越是想得不可得 越是所求不可求 若要强求 则会命运崩坏 厄运沦陷 你懂吗 所以 这辈子 我再不能跟她成婚 这个孩子 真是来错了 来 四儿 这是新来的玉厨做的 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怎么了 四儿 是不是菜不合胃口 四儿 四儿 你到底怎么了 朕要太医过来给你看看吗 你放开我 我好得很 以后不要再找我事情了 朱子 这么多天了 您再怎么置气不理皇上 您横竖也吃点 要不您肚子里的宝宝 不吃 拿走 宝宝 娘到底该拿你怎么办才好 对了 朱子 这个是南家郡主送来的情节 说 邀您到宫中饮宴 不去 那南家郡主还说 您要是不去 她就亲自来请 走 我正有气没地儿撒呢 嗯 你们告诉朕 四儿为何最近心情这么差 为何对朕这么不待见 可能是陛下太没解质 就逮着一个人 可尽薅了 来人 南下最近 有遇到什么事情 禀告陛下 无声不寻常 日常上下潮 查事办案 得罪京中购露权贵 要说真有什么事 就前段阵子 南下经常去见大祭司 大祭司 传 这就去 郡主不是邀请下官来饮宴吗 就这样 未免也太寒酸了些吧 不管你是秦寺还是南寺 本郡主最后问你一遍 能不能离开京城 离开宇格格 滚得远远的 不好意思 下官从来不受人威胁 告辞 站住 我答应过南下 不告诉任何人 他怀孕的消息 那你现在为什么要告诉这 因为你是皇帝啊 你的命令 无人敢违抗 这么大的事 他为什么要瞒着这 陛下 陛下 男相 出事了 来人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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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公主 男相非礼我 你要给我做主啊 本郡主 好意要南相小聚 没想到 他见色起义 便起了恶念 坐下暴行 长公主 你一定要为南家做主啊 南相 你怎么说 很简单 他污蔑我 南家郡主的衣服 难不成是他自己撕烂的 郡主尚未出阁 怎会拿自己的名节 开玩笑 你若说是污蔑 可有证据 好一招一石二鸟之计 南家 看来我想看你啊 你若承认自己是女人 就是犯了欺君之罪 说是不承认 就是犯了奸语 什么 你说南相是个女人 这怎么可能 南家愿以性命 担保 此事千真万确 你无凭无据的 让本宫如何信你 长公主请放心 南家一定会证明给你看 不管哪一条 你都得死 本相没有做错事 让我证明什么 南家郡主 竟然说自己被侵犯了 那不如索性 把她衣服都罢光 看看她到底 有没有被欺辱 南四 你未免也太狂了些 来人呢 将她给我拿下 你们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快给我抓住她 四人 他们要用伤着你 撑 那我们先离开这儿 陛下 您不能再偏袒她了 身为南相 今日欲轻薄侮辱南家郡主 欲为废作歹 轻薄侮辱 太医 先真麦 陛下 南相身体倒是无鱼 但 但南相 这是喜脉呀 喜脉 南相是男人 怎么可能会有喜脉 男相 男相是女子 自然能有喜脉 她不仅是女子 更是朕的鸾飞 朕倒是想问问郡主 男相作为女儿身 如何轻薄于你 玉哥哥 如果秦寺和南寺 是同一人的话 那他就是欺君啊 此事朕早已知晓 何来欺君 就算您早知道 但是我们五朝 历代不许女子入朝为官 这是始皇殿下的规矩 就算您同意 长公主也是不会同意的 不错 本宫奉先帝遗诏监国 绝不允许皇上 做出有违祖训之事 南寺为妃 则是后宫干政 为臣 则是宠臣勿国 玉哥哥 三思啊 南寺朕自会处置 但构陷他的人 朕也不会放过 南家 朕早就提醒了你 是你一意孤行 势必要付出代价 皇上 听闻南相近日 在南家郡主府中 遇行不轨之事 不知此事 是否属实啊 无稽之谈 南相本为女子 如何轻薄女子 皇上 如果南相当为女儿之身 女满南中 欺君多年 不知南相 如何 向满朝文武交代 如何 向天下百姓交代 即日起 免去南寺又相一职 皇上 欺君可是大嘴 仅仅免出官职 是不是太轻帅了些 轻帅 朕告诉我们 南寺就是秦寺 是朕的鸾飞娘娘 鸾飞娘娘如今怀有身孕 朕倒是想问问起 你想到如何处置南寺 是打五十大板的 还是将她肚子里的黄丝 一并处置 陛下西路 鸾飞娘娘如今怀有身孕 脾气不太好 她的脾气不好 朕的脾气也就不好 如若各位还想说些什么 最好先掂量掂量 自己脖子上的脑袋 够不够结实 至于南家郡主 构陷鸾飞娘娘 导致黄寺有损 心肠歹毒 已不配为皇室中人 这个郡主 也就不用再当了 各位有意见吗 既然如此 都散了吧 帝王令 南家郡 即日起 剥除身份 摘除牌头 降为奴己 并作为随行秀女 一并送往南越国 远嫁和亲 收拾收拾准备出发吧 南家郡主 南四 沧寒雨 总有一天 我要让你们偿还今日之辱 下跪求饶 陛下这次 还真是好重的刑罚 估计这以后 朝里再为人敢吱声了 他对外 那都是雷霆之怒 对咱这小祖宗 表面上是免去官职 实际上不就让他 安心回去养胎吗 南四 你就一定要打掉他吧 不然呢 东华说了我重生 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们不能相爱 不能成婚 不能见风 官侠配 他说我们就不该在一起 否则会遭天前反尸 沧寒雨 我们不能这么 不负责任地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出现在这世上 你懂得 对不起 对不起 四儿 都是朕的错 朕的确没有资格怪你 你自己决定吧 不可相爱但可相守 朕从不惜命 四儿 没有谁是不该来到这个世上 上辈子 我们就没有见到宝宝 你真的忍心吗 你真的忍心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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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四儿 相信朕 朕保证 绝不会再有人 可以伤害你和宝宝了 快起来 南家郡主 你受委屈了 只要你愿意跟我合作 保证不会亏待你的 我能帮助你们什么 很简单 做本王的姓氏 联合兰月 逼宫 是君 兰月不过是弹丸小国 就算你们因为乌雅公主一事 既恨沧寒玉 她也根本无力于武朝看抗 不用担心 本王自有办法 恭喜新官上任啊 苏伊姐姐 你就不要取消我了 那暗阁总管的身份可还适应 主子 快死 你慢点走 小心保护 那你不要过来了 快起来吧 不必了 以后你就是按个新任总管了 恭喜 还要多谢主子 还要多谢主子跟圣上的栽培之恩 这都是你自己努力换来的 还有一个人要见你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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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小子 终于有出息了 父亲 好了 好了 不要送了 明日朝堂上还能再见呢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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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祁王地下 有何贵感 苍大人 本王想与你合作 之后共享天下 你待如何呀 没兴趣 如果我说 我知道杀害你父亲的凶手 是谁 你说什么 这把匕首和那把杀死你父亲的匕首 本是一对 是小时候苍寒玉为了保护我和南四 亲手量身定做用来防身的 这种材质的匕首 世界上尤且只有两把 看来 他是真把你逼到绝路 让你为暗阁卖一辈子的 怎么样 现在有兴趣加入了吗 暗阁大总管 好 我加入 动了动了 宝宝又动了 白痴 火人当然会动啊 四儿 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都好啊 只要不要像他爹 这么不要脸就行 对了 容主修和苏伊他们 怎么了 没事 就是有些人 安安安不住了 你先好好休息 你先救回湛 好 等你回来 什么 你说我女孩还活着 是 可是男子说 他早已过世 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控制了您的女孩 就等于控制了您 他和苍寒玉 岂不是就能彻底地 掌控五国国本 和天下了吗 岂有此理 亏皇兄那么信任他 还说他会成为一个好皇帝 是 如今他被妖妃南寺所获 再也不是从前 那个贤明君主了 秦国就一家忠心未过 如今却因为一个女人 落得家婆人亡 此事奔公 也略有二位 十二次次前来 是希望大长公主结兵 祝我共同讨伐暴君 以安天下 武残天堡 地围藏宫 地心 鸾心 温曲猫将三 大卫 不好 天前将至 死人 你和宝宝先走 不行 你想像上辈子一样 赶我走吗 休想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总之这辈子 生一起 死一起 生一起 死一起 活着治罪就行了 毕竟是先帝的血脉 太后娘娘 说好了 这五朝您拿下后 要给兰月割地两朝 放心 你们什么意思 不是逼宫 而是分裂国土 你们实在骗本宫护福 原来你们 才是叛国贼 是啊 可惜掌公主 明白得太晚了 我的女儿在哪 死了 你的女儿 就是男寺身边的素衣 她半夜前出京 想去搬救兵 就被我们截杀在半道上了 现在 也是时候 送您下去和她团聚 别动 她没还 素衣 你 你们 你们什么时候 从你们找到她 开始离间她和男相的关系开始 主子出师前 告诉她的最后一刻 就是同伴间的信任 素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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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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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為什麼救我 因为你是我的孩子 对不起 十九年前是我没用 让行李将你带走 让你进入了安哥那样的地方 我 是你的孩子 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挺好的 主子 也就是鸾飞娘娘 他们都对我很好 那就好 我 我可能活不了太久了 当在此之前 和你相认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你能叫我什么样吗 算了 我没有叫你服装长的 想了也是没有资格的 我 我 我 娘 孩子 我 不 我 不 不 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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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为臣救驾来迟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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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死了 参与 去死了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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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死 我愛死 好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